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读孙子兵法,来读孙子兵法纪篇第一篇当中的最后一个部分 原文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易 意思就是攻打他没有防备的地方,从他意想不到的地方来出击 曹操的注解叫,积其懈怠,出其空虚,无其将将道 有一句话当中叫,出门如见底,就是随时报是警觉的意思 儒家也讲,儒家讲君子之道,他讲戒慎恐惧,戒慎不睹,恐惧不闻 随时警醒自己,有自己没有见到的地方,不知道的事儿,就要注意,是这个意思 诗经当中也讲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驴薄冰,其实都在表达同一个道理 领导者要随时保持注意,保持团队的紧张状态 如果你看他松懈了,就要把他发条件一件 因为松懈就会失败嘛,特别是在战场上 敌人挖空心思都在研究你,什么地方会松懈 你认为没有问题,可以放松一下的地方 差不多就是他研究的那个结论,他要打你的地方 下面有一个攻其无碑的案例,就是曹操打乌环 郭家献祭说胡四其远,乌环自视跟中原相距很远 必然不会射防,因为他不射防 如果我们突然打他,是可以把他灭掉的 军队走到了异北这个地方,国家又说 兵贵神速,经千里席人自重多,难以驱离,不如清兵剑道已出 厌其不义,就兵贵神速啊,今天我们要千里去攻打对方 那如果我们带了一堆东西,什么自重啊,粮草啊,就很难去获得最好的战果 那不如派骑兵啊,从小到出击,然后打开一个措手不及 于是曹操就清击出卢龙塞,直指禅于亭,然后突击乌环,打破制 结果 出其不义的一个战力是邓爱去成都啊,三国末期 魏国大将啊,中会和邓爱发蜀 蜀国的大将是姜维嘛,他守剑阁 他是诸葛亮的接班人 九宫不下,因为姜维也是个很厉害的将军 邓爱跟中会就说,我从英平啊,由协境出剑阁 吸入成都,我从英平这个地方呢 然后绕过剑阁,从小路出去 直接去,对不起,直接去打成都 骑兵冲去复兴 剑阁之军如果来支援福林这个地方呢 那你就可以攻下剑阁 那剑阁之军如果不回来 那么守福林的兵就会少 那我可以一鼓二下指,把福林拿下 然后就把成都拿下 到了东十月,邓爱帅君自英平如无人之地 七百里,直接走小路,走了七百多里地 着山通路,玉水大桥,山高古深,智位艰险 粮食也没了,兵于为代,这个军队差点就没了 最后邓爱是自己裹着一条毯子从山上出流下去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 然后将士们攀木圆崖,鱼灌而下 简直就像是神兵天将一样 邓爱一路突破的都是蜀军防备最薄弱的大后方 等到他进军到成都城下的时候 江维的主力还在间隔还没动呢 这个时候蜀国的君主刘善已经投降了 死兵家之圣,不可先传也 曹川的诸解叫传有谢也 前面讲了那么多鬼道啊,阴谋诡计 我们讲了十二条兵法的一些策略 阴谋诡计你要想成功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 人家知道了,诡计就没有用了 那不能让敌人知道,也不能让自己人知道 因为知道的人多了,秘密就容易泄露 韩非子说,事以密尘,予以谢拜 残酷的斗争,保密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 在中国历史上,保密的极致案例 是有一个人,就是墨读、禅语 是像吕后求婚的那个 我们之前前几讲当中又举到这个人的案例 墨读当时要一个做的这么秘密的一个事 这是干嘛呢? 谁都不告诉,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件事叫谋反 是弑父自立,把他的父亲给杀掉 自己自立为王 墨读本来是太子 但是呢,他的父亲爱上了别的妃子 然后呢,想立那个妃子的儿子 小儿子继位 于是呢,就先和这个月支结盟 然后呢,再把墨读派到月支去做人质 然后又发兵攻打月支 目的就是借月支的手,然后把墨读给杀掉 但是墨读居然偷了一批宝马给回来了 父亲呢,就爱他勇敢打消了杀他的念头 但是呢,他却知道了父亲的阴谋 于是就下了师父杀季母的决心 像模反这样的大事,一个人是干不来的 他一定要有一些同谋嘛 他必须跟人商量 而失败的风险就在这儿 因为你跟人商量就有可能会失败 你如果去跟人商量,就把别人逼上了绝路 因为别人知道你要谋反 那么要么就死心大地的跟你玩命 要么就立刻出埋你 绝对不会置身事外的 无需变法的时候,谭思同去找袁世凯 就把袁世凯逼到了思习太后的阵营去了嘛 墨读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 不跟任何人商量一个人把谋反这件事给干成了的 他的办法是干嘛呢 是给部下来进行训练 训练他的条件反射 那个训是训路的训 训狮子,训宠物的训 不是训练人的那个训练 就是用条件反射的意思 我给条件,你做出反射 那这个条件反射的机制是什么呢 墨读制作了一种鸣笛 一种响剑 跟哨子差不多 剑射出去会有响身 他给他的部下规定 他说我的响剑射上哪 所有人都必须立刻射向他 如果你犹豫玩的人就要被斩掉 练了一阵子啊 剑法练得比较好了 有一天他突然把自己的响剑射向了自己最喜爱的一匹马 部下呢就有人担心 是不是命令搞错 迟疑未射 这个时候他立刻将没有射箭的这些人给斩首了 大家才知道我们原来是无二针的 又有一天他突然把响剑射向了他最宠爱的那个妃子 那个女人 又有部下迟疑了 迟疑的又被他给斩了 第三次他把响剑射向了父亲 投曼铲鱼的马 这次没有人思考了 全部乱剑齐发 莫都知道条件反射 训练这个字完成了 可以动手了 有一次他在和父亲一起打猎的时候 他突然把响剑射向了父亲 他所有的部下在没有任何知晓和犹豫的情况下 全部参与了谋反这样灭门的大事 所有的剑立刻全部射向 投曼铲鱼 莫都谋反成功 成为了匈奴历史上第一位最强盛的铲鱼 汉朝对于匈奴的核心政策 其实都是为了避他的锋芒 原文 此兵家之胜 不可先传也 使对手无法防备 使军事家克敌之胜的诀窍 发动计划要隐藏在适当时机下手 不可先传信于人 原文 福为战而妙算胜者 得算多也 为战而妙算不胜者 得算少也 多算胜 少算不胜 而况于无算乎 无以此观之 胜负见义 意思就是 多算胜 少算半 多算就可以打 少算就要小心 多想想 多准备准备 如果根本一点深算都没有 那就不要打 以上是孙子兵法的第一篇 忌篇 忌篇的内容 概括来说就是 武士七纪十二轨道 武士七纪讲的是基本面 讲的是实力 讲的是战略 武士讲的韬 盗 天地 降法 计算比较 敌我双方的五个方面 得到七纪 七纪呢 是七个比较的结果 叫主 熟有道 将熟有能 天地 熟得 法灵 熟性 兵重 熟强 士族 熟烈 尚发 熟明 兵法 讲妙算 算的就是这武士七纪 接下来就知道胜负了 知道了胜负再去打 胜了 再打 没有胜算 那就别打 那就韬官 养晦 你继续准备 那准备什么呢 还是准备这武士七纪 你把这自己的七个方面的分数 全部打上去 所以武士七纪才是兵法的根本 赢了再打 妙算 算赢了 在行事动中到战场再去见个分枪 上了战场就要开始讲兵者轨道也 才开始阴谋轨迹的发挥 多方一物就是想办法令对方失误 于是有了十二轨道 能而是之不能 用而是之不用 近而是之远 缘而是之近 利而幼之 乱而去之 时而被之 强而避之 怒而挠之 被而交之 亦而劳之 轻而离之 于是才能攻其不背 出其不意 这十二条轨道和三十六纪差不多 都是其谋技巧 都是招 最让人精精乐道 引发无数思量拨千斤 花小钱办大事 谈巧求素 所有的瑕疵 都来自于这十二轨迹 但是 做任何事 我想 奇谋技巧总不是本质吧 刘邦赢了项羽 每一步都有奇谋轨道 但是本质还是 武士奇迹的全面领先 从入关 秋侯误犯 约法三章开始 刘邦在政治上 就已经甩开项羽好几条街了 中国历史上 奇谋轨道的第一个人 叫楚格亮 他的故事已经成为了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他怎么打都打不赢 因为他的妙算 他的武士奇迹根本就没有胜算 所以 司马懿说他一句话 骂他的逆偏而行 天是什么呢 天就是那武士奇迹 所以我们的企业经营是否也一样啊 踏踏实实把产品做好 把服务做好 老想的有什么招 实际上奇谋轨道很容易 就那几招嘛 主要的技术要点在于演戏谁的演的更像一点 但是57G的技术含量就很高 全部是真功夫 是人格 是智慧 是汗水 是时间 是积累 所以呢 人们都比较爱听36G 不大爱听57G 孙子兵法的纪篇第一篇339个字 我们加了整整10篇的时间 我们每一篇的时间大概在10分钟左右 加了100多分钟 就在339个字 明天呢 我们将会为大家来开启第二篇作战篇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 谢谢大家